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病例有18例 那死亡的个案没有 现在的数目大概都维持在20例左右 从这趋势看起来当然趋势都是往是可控的方向 那至于在这些不管你在哪一个时间来修改 都应该都不会影响到你施打的先后的一个顺序 因为高端大概不会这么早就开始提供大家来注射 今天新增18例的本土病例没有死亡的个案 但是还是有两例不明感染源 新北市最多有8例 但全部都是正在隔离检疫当中因转阳 所以对社区的影响不大 高雄市也增加了一例 不过刚刚听到了陈时中部长的最新的说法 就是说如果你想打高端疫苗的话呢 你要赶快上网去登记啦 好 所以如果说你从来都还没有预约过任何疫苗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7月29号开始呢 12点钟开放你来修改 你只要把高端给勾选进去 那你很快的就可以等到高端的预约的接种通知了 但如果你已经是预约好了AZ疫苗的人 想改打高端怎么办呢 那整个系统要等到8月7号的下午5点钟才开放 让你上网来修改 但是陈时中部长挂保证说 你就算是到时候8月7号才来修改 也不会影响你的施打顺序啦 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打高端的话呢 不用担心一定很快就可以打得到了 好 疫苗登记平台昨天下午重新开放 高端疫苗变成了选项之一 马上就有绿营的立委表态说 他要去修改意愿登记 要改打高端疫苗 可是他也说高端必须要取得国际认证 才能够让国人有信心啊 立文啊 所以如果说连自家人都这样说的话 那一般民众对高端疫苗会有信心吗 我们从要去登记的施打的这个比例 就可以知道了 国人的信心其实是非常低的 不过大家看我今天穿这衣服 就是在帮我们的中华队来加油 参加奥运的中华队 现在正非常积极的比赛当中 所以我们要帮我们加油集气 加油打气 那我们来看到 因为在台湾的本土呢 我们看到高端的疫苗 国产疫苗 非常快速的在八天之内 闯出所有的关 闯过所有的关 就要让我们的民众开始施打了 那么到底 我们该不该打高端疫苗呢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讲法 秀出手臂公开宣示要接种高端疫苗 国民党立委林维舟也出示预约接种记录 更点名民进党立委呼吁一起把国际疫苗留给国人 总统蔡英文也PO出预约图 表示把手臂留给高端 副总统赖清德则倾向施打联养疫苗 请绿媒给人周一扣 PO文说自己成功预约高端疫苗 网友狂酸 千万别事后偷偷改回来 而且还把BNT的登记时间尽量的往后压 就希望在这段时间能够有越多的人登记高端越好 但是大家都在等着看 民进党的高端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还有民进党的很多的侧役 是不是现在都应该赶快去登记 登记高端了呢 好 我们来看到 高端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闯过三关 一连闯三关 真的是他的待遇特别好啊 7月18号食药署就通过了高端的EV 7月25号ACIP 就最近正义很多球员兼裁判 是不是有利益回避问题的ACIP 也省议通过 把高端列入台湾的公费施打疫苗里头 马上就要开打了 然后呢7月27号 马上就这个疫苗意愿登记系统 新增了高端的选项 看到没有 我们的卫福部不是没有效率的 遇到高端非常有效率 十天闯三关 可是遇到其他的疫苗 就非常没有效率 走得比谁都慢啊 证明了 这真的是大小眼双重标准 好 可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疫苗意愿平台登记的情形究竟是如何 你就看到了实际老百姓的反应了 一直到昨天为止 单独选AZ 只选AZ的是只有4% 好 只选莫德纳的高达44.77% 那只选高端的呢 百分之零点五 只有三万多人而已 实在是少得可怜 那是不是证实了 国人对高端真的信心缺缺 那接下来包括AZ跟莫德纳 我都愿意打的 有高达47% AZ跟高端的只有0.09% 莫德纳跟高端的是0.37%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真的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吗 那么高端真的可以跟所有的疫苗 都混打吗 这好像还是需要有一些相关的资料证明 否则的话安全上面谁来保证 好 什么样的疫苗 它都没关系 都可以打的 也只有2.36%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 国人的选择 其实还是一面倒的 对国际认证的安全疫苗情有独钟 那目前为止是莫德纳 最多人希望能够打到的 但是也是最多人打不到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莫德纳咯 有200万的莫粉 你可能是不是要被逼的去打高端呢 是不是就现在卫福部的这个 如意算盘 莫德纳总共有多少剂 我们自己买的 有原本的505万剂 加上最近新加购的100万剂 就到年底要来的 另外就是有美国的250万剂 送我们的 中共汉不汉汉加起来 就是855万剂 所以855万剂除以2 大概427万的人 可以打到两剂的莫德纳 那现在呢 已经有282万人 已经打了第一剂的莫德纳了 所以呢给他们打完第二剂之后 就564万剂 那全部的855万剂 扣掉564万剂 剩下291万剂 所以大概还有140几万人 可以打两剂的莫德纳 但是登记单独 我只打莫德纳的人 有341万人 那这341万人 只有140几万人 可以打到莫德纳 换句话说 有200万的人 是打不到莫德纳的了 那如果你想在近期之内 打到疫苗的话 你再不赶快去换AZ 是不是就只能打高端了呢 好 那所以呢 那你换选了AZ 会不会也现在来不及了呢 因为毕竟我们疫苗 到货的时间跟数量 是不稳定的 那每一次到货的数量 也都很有限 所以呢 陈时中部长就说了 昨天上线登记 来更改疫苗选项的人 必须要等前一波 7月19号 所有的结单者 都打完了以后 才轮得到你们来接种疫苗 那黄立民理事长就说了 他不了解 政府干嘛要改来改去 让人无所适从啊 好像在签赌一样啊 签错了以后 你就打不到你想打的疫苗啊 干嘛搞得这么复杂 全民都神经很紧张啊 他希望 1500万剂的BNT赶快来吧 我们明明就还有1500万剂的BNT啊 干嘛要这样呢 你可以让单选莫德纳 打不到莫德纳的这200万人 就可以来打这个BNT了嘛 因为18岁以下的小朋友 总共也不需要超过300万剂的BNT 那还有一千多万剂的BNT 还有绝对有600万的人 可以打得到BNT嘛 干嘛要这样子呢 我们要打一个疫苗 真的好辛苦哦 数学也要很好 电脑也要很好 抢登记的速度也要比人家快 真的是好累啊 不过蔡总统要亲自来做示范了 总统府发言人张端涵在今天说 蔡总统昨天就已经完成医院登记了 他要打高端疫苗 那么目前联雅还在EUA的审查中 如果联雅通过EUA的话 那副总统赖清德也要示范打联雅疫苗 蔡总统在脸书上曾经说 安全有效合法符合科学标准的疫苗 才会提供让大家来接种 那么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那不就是要做完三期实验 才代表符合科学标准吗 但总统现在说我要打高端疫苗了 是不是他挂保证说 我去打的疫苗就是安全有效又合法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疫情爆发到现在是已经两个多月了 如果正副总统都这么支持 我们台湾制的疫苗 为什么其他中央部会的官员 都这么快就已经去和大家 抢打国际认证的疫苗呢 其实因为蔡总统他很早就讲 他把手臂留给 留给国产的疫苗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很早就讲说 我们企业就要开始打高端 那时候被人家骂说 你不科学也不专业 那蔡总统后来接受了访问 他说那只是他一个期待的目标 那虽然讲这样 你刚刚听郑立文所讲的那个旗程 十天之内所有的完全铺排好 然后铺排好 今天蔡总统就说我登记了 现在才七月底啊 你看登记就四通已经打了 所以蔡总统没有挑票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疫苗远远的不足 不足不足AE不足 莫德纳不足 你看双北现在都没得打了 新北市甚至宣布说8月1号以后就没得打了 我们就停止 请各位民众不要来 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桌金建筑的情况非常严重 那BMT那时候告诉我们 就是沟台银 还有台积电 还有那个磁济基金会 他们是九月底 那时候告诉我们是九月底 所以现在七月底到九月底之间你要打什么 高端 这两个也赶快打 要不然高端以后可能就没有人打 等BMT来大家讲 全世界最好疫苗公认是BMT 第二是莫德纳 那大家都有点科学尝试 不然你也会看媒体 那到时候高端没得打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赶快请我们帮交钩帮我们 我们政府买来送你 就这样 那你说明年呢 对不起 明年我们已经买莫德纳 明年跟后年我们买了3600万剂 莫德纳明年来打的话作为第三剂 大后年也是莫德纳 那所以高端跟联雅将来的下场 其实是依照现在民进党政府来讲 是厚乎燃料 那蔡总统她用自己的手臂出来做呼吁 会不会有效果 我觉得效果不会大 因为那是一个政治的宣誓 任何人当总统 当然你都要支持 等于说国产了 国建国造 国基国造 国内的疫苗自己造也可以 但是你毕竟打到自己身体 你要去想说这东西到底有没有效 他一直在强调安全 那蛋白这种当然是安全性是比较高 可是他的保护力是没有数据嘛 所有任何一个 不管你医生或专家 大家都知道你就没有三期 你就没有数据 那没有保护力我打了 我打心酸了吗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这个说服力不够 他会觉得说他很安全 蔡总统 赖副总统你们当然安全啊 因为你们周遭的人都已经打了 国际的疫苗 你旁边的小兵 勤务士 这些人全部都已经打了 那你当然是安全啊 可是一般老百姓他会安全吗 所以我说他用这个做法做宣誓可以 可是没有办法去告诉国人说 我给大家看正确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他是安全的 如果连这个科学跟专业的数据都讲不出来的话 这个只能讲你是一个政治的动作 政治动作是没有办法化解外界的疑力 不过很多人说怎么这么急啊 因为高端疫苗7月19号刚通过紧急授权 我们的外交部动作很快 立刻在隔天发文给9个邦交国的驻外使馆说 我们要送给他们高端疫苗了 立委批评说这会不会恐怕对邦尼不利呢 我们要请巴拉圭协助我们做第三期的人体实验等等 巴拉圭的民众就已经开始反弹 就已经开始在脸书炸锅 骂他们的政府怎么可以把巴拉圭的民众当白老鼠 我们捐赠给我们的友邦 我们的友邦政府到底是高兴呢 还是压力呢 还是无奈呢 还是尴尬呢 我也奉劝蔡英文总统 国产疫苗不等于国家疫苗 因为高端也好 联雅它是一个商业 它是上位的公司 除了它有它的理想之外 它是以获利为原则 国家不是 你要把它化成是国家疫苗的时候 我们更要爱惜中华民国的名声 不是吗 好 网友对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讨论 有人说送给友邦高端疫苗会不会反而因此而断交呢 也有人说送得好最好通通都送出去的话 我就不用担心自己会打到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因为其实国民党就有一些在野党的立委 是不是担心到时候高端疫苗没人打 所以现在想办法要倒货给友邦吗 我不晓得 我不敢提外交部回答这问题 但我要提醒一下 高端还是联雅要到巴拉圭去做三起 通常别的国家做三起都是三万人起跳 有的是到十万人 我们到巴拉圭有三起是规划了多少人呢 一千人 根本是在糊弄人 在骗国内 我们来看一看美国送给我们250万剂的莫德纳 日本送了300万剂 300多万剂的AZ 他们送的是什么 都是送WHO认证的 美国国内他研发的疫苗的公司 有十几二十家 他有没有送他 还没有经过国际认证送给他 美国也不敢这样做 日本也有研发疫苗 所以人家是送国际认证 高端是台湾认证 别的国家有没有认证 我不晓得 至少到目前还没有 至少没有WHO的认证 那我们高端要去送给我们的邦交国 我不知道那个邦交国处理的程序 他要不要激过一个EUA 就是紧急使用的授权 如果有的话 你要拿出什么样的数据给人家看 我们台湾的高端跟各位报告 十月是一期二期三期 我们是二期只做到一半 只做到其中 因为我们到十月才要解盟 才要做期末报告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你要拿什么数据去说服那些友邦的国家 友邦国家虽然经济条件没有我们好 但是我也不觉得他们还是 他们就是对一些常识是零吧 我想不是吧 那些国家也还不错嘛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说你拿出你的数据 人家给你打脸 那个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的国格 我想是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我们的卫福部跟外交部 跟高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刚才讲说其实是八天 从EUA通过到可以授权去打 只隔了一个礼拜就七天 7月11号到7月18号 就是这八天的时间 然后隔一天 外交部就要发函给我们的邦交国 去我们的外管 说你看看别的我们帮家 他要不要打我们台湾的高端的疫苗 这里面刚才在讲说 人家如何要发给这个药证 EUA就紧急使用权 而第二个万一出了问题 万一出了问题 不就是网友所担心的吗 我们在台湾 刚才大家看到报告 登记要去打疫苗的400多万人 只有0.5%愿意单独打高端 这就是人心的向背 民调不是说有民进党的支持的 有百分之十几愿意打高端吗 那为什么登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这就好像这个蔡丁贵 他们要鼓励大家去打国产疫苗 但是我已经打了BNT了 所以我就不能打 如果他们的心态都是如此 我真的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支持国产 我们真的支持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process 这个程序把它走完 让国人 因为注射到人的身体里面 那是一辈子的事 万一出了问题 谁来负这个责任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压苗助长 我们让这个 让他很完整的走完国际的标准 一起二期三期的其中发疫苗 进入多少年 我全部做完了 三期做完了 那才是发要证 我觉得我们台湾 应该是朝这条路来走 这个才是体恤老百姓 这才是爱老百姓 我觉得再讲 再跟大家报告 压苗助长 这个方式是不对的 不过是不是就是因为 现在真的有空窗期快要来了 没有疫苗可以打 谁要等会把高端推上火线吗 好 最近很多地方政府 正在针对国高中的老师 还有补习班的教职人员 来打疫苗 但却突然一下传出 中央发函下令地方 暂时喊咖对所有老师的施打计划 希望优先把疫苗留给 想打第二剂AZ的民众施打 不少老师听到消息都很担心 高雄巨弹打苗战一早八点半陆续出现 干着来打疫苗的老师 抢着来卡位就怕打不到 等很久 半个月以上 这个过程的煎熬是 就比较怪啊 每天都在等等等等等 高雄市七月底前要完成 国高中老师和补教人员的 疫苗施打 28号 29号连续两天开打 估计会有两万三千名老师 都能打到疫苗 但没想到中央临时喊咖 但高雄市府逆时中 按照原计划开打 传出疑似疫苗量不足 让原定这一周开打 国高中老师的地方政府 听到中央临时喊咖 计划大乱 更引发基层抱怨 直批卫福部未免太儿戏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发出公文 希望可以将现有的疫苗 留给施打AZ第二剂的民众 换句话说 就是把老师的施打 暂时喊咖或延后 但疫苗是不是真的不够了呢 新北市就宣布 8月1号到4号 要暂停施打疫苗 因为侯友宜说 没有疫苗了 根本没办法打 国高中老师 补教业者跟公车司机 本来都高兴要打疫苗 但昨天中央突然表示 只同意造册 还没有核准你们施打 所以高中老师 公车司机的疫苗专案 是不是现在出现了 一国多治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贵民委员 因为8月底要开学了 那么指挥中心 原本就承诺说 国高中老师开学之前 一定会打到疫苗 所以这一张支票 会在开学之前跳票吗 那为什么说 这个大家去登记了 然后结果呢 现在就说 没有办法 可能是这个 没有办法 这是登记心酸的吗 对 我想大家好 会去登记的一个意愿 就表示说 他要施打 不然他去登记干什么 那在过往呢 我们其实已经提到 那台湾最大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疫苗不足 其实这个行为呢 正好行政单位呢 也出来印证说 台湾的疫苗 的确是不足 也就因为行政单位 他的这个怠惰 他的不专业 他的钢壁自用 他的这个闭门造军 造成今天台湾这样的一个乱象 可是这个乱象呢 我们必须要解决的 所以我们一直也在呼应说 既然行政单位 你已经知道 这个问题的存在 就是我们疫苗不足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是地方政府 公益团体 或者是民间企业 他愿意出来 协力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他们出力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钱呢 又不是由老百姓的 这个辛苦纳税的血汗钱出来 他们自己要把这个钱捐出来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你中央单位 就更没有理由 要去卡关 要去拒绝 我这个是绝对 是不应该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看到 今天为什么除了 这个疫苗的缺口之外呢 还有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造成这个 不只是乱象而已 是乱中之乱 也就是说 他所有的东西 完全没有规划的原因呢 其实还是 源起于他的黑箱 他的资讯不透明 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呢 在几次的朝野协商的时候 我们就一再地呼应说 你要把这个资讯透明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问题讲说 把这个我们的国产的疫苗 捐给外国 捐给巴拉圭的时候 会不会有风险 我们第一个讲的就是说 当你的资讯透明的 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老百姓 对你这个东西有信心 外国人他在看 现在是国际社会 他在看你的讯息的时候 他也会有信心 可是不是 我们在看到高端的 从他的EUA的 合可的过程当中 我们讲说 他就不是符合国际的 取得EUA的 一个规范的这个流程 第二个 他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讲说 你要把这个资讯呢 要全程的公开 他也不敢 那大家看到这个 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连委员 都有跳出来讲说 这个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只有看到 高端出来回应讲说 你这个东西不是事实 可是他并没有针对 民众所有的这个疑虑呢 他逐一的解释 逐一的去厘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民众他就有这个疑虑 那更何况呢 我们从行政单位的行为 为什么看起来 高端也不可信的原因呢 是其实 如果你行政单位 你接触到的资讯 其实比 不管是委员也好 或者民间也好 接触的资讯更多 如果你接触资讯多的人 你都不敢把你的手背 捐出来 你反而要去跟民众 去抢这个疫苗 经过国际认证的 这个疫苗的话 那你的行为就已经告诉全民说 国产疫苗不可信 你把你认为不可信的疫苗 你还要把它输出到海外去 那你这个不但是没有达到 你宣传这个国家友谊邦交的 一个情况之下呢 你反而还会造成 别的友邦的国家呢 他认为说 你台湾没有把我们真正的 国际的友谊放在眼里 所以诸如此等呢 我觉得就是这些的行政官员 不专业怠惰 刚愎自用 造成一个结果 这些的问题已经产生了 所以现在这些问题呢 我们都全民要共同努力 一起来解决它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checkpoint 观众 vow 绳 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